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每天在下午的4点到7点都会有直播的节目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就已经出现了 那今天直播我也会参加录制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说说今天的游戏头条 游戏头条说的这款游戏叫做东京42 这款游戏我相信看过或者玩过的人都会发现 它有很多游戏的影子在它的身上 但是这款游戏的制作商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独立工作室 而且媒体评分还不错 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游戏头条 根据发行商MOD7情报 独立厂商Smack Games打造的风格化动作冒险游戏 东京42日前正式公布游戏详情 还包括最新预告片 这款游戏被称为微缩版的GTA沙河版的纪念碑谷 游戏还包括暴力新迪加游戏元素 创意很棒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东京42的画面风格独特 游戏开发商还从最早的GTA汲取制作思路 搭建了开放性的游戏场景 并且采用了纪念碑谷风格的摄像机视角元素 从第一眼看过去就会令人印象深刻 另外游戏采用卡通风格画风可爱 而从背景设定在东京 所以许多日本猛虫乱入其中 仔细观察会发现类似熊本 招财猫的吉祥物都被树立在城市广场中央 东京42的舞台设定在未来的东京 玩家需要扮演名刺客 解开隐藏在城市深处的巨大阴谋 来拯救城市居民 尤其分为单人模式和多人模式 单人模式中 东京42可以让玩家通过多种渠道来达成任务 玩家们可以在卫兵身边前行 或者像火线Miami那样做个射手 又或像戒指边缘催化剂那样在屋顶上跑酷 在子弹间穿梭 而在多人竞技模式中 玩家将挑战如何像刺客一样战斗 通过国防NPC渐渐探入对手范围进行攻击 东京碎尸2包括众多暴力新迷加元素 子弹 手榴弹遵循物理定律 武器非常多样化 比如手枪 机枪 狙击枪各种刀剑的 另外游戏还支持潜行玩法 比如潜入黑帮总部 狙击敌军 还可以通过伪装潜入作战 不仅如此 整个开放的游戏世界还有许多值得探索的秘密 关于游戏的开发商制作Foundsmack也是名不见经传 是一个独立工作室 而发现方Mode 7至今最有名的一款 也是叫做冰封底线的回合制游戏 该做的媒体评分不错 不过这次给我们带来的东京42 着实令人眼睛一亮 这款游戏预定于2017年发售 等到Xbox One PS4 PC平台 感兴趣的玩家一定不要错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的 欢迎回来 曾几何时呢 玩游戏啊 上网啊 都是不好好学习的表现 都是玩物丧志的表现 但是现在呢 电竞发展正是如火如荼 很多的主播呀 职业选手啊 或者说是职业的经理人 他们都有着不菲的收入 而且呢 近日官方也就是说 教育部啊 还设立了相关的电竞的专业哦 一起来看看今天的邮报速递 都有哪一些劲爆的新闻吧 索尼韩国官网公告显示 索尼亚洲将会在9月8日于香港公布新主机的售价和发售日期 目前 活动直播页面已经上线 PS4 Slim的信息在目前曝光的消息中已经透露了许多 PS4 Slim售价299美元 而PS Neo售价399美元 除了售价之外 期待在发布会上PS Neo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惊喜 近日 电子竞技迎来了一次重大变革 在教育部公布增补的13个专业中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专业赫然出现在其中 随着电子竞技热度增加以及不断壮大的发展规模 电竞现在已经逐渐被认可和接受 下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这13个新增专业吧 早些时候 三国志13威力加强版上线了官网 也确定了今年冬季将要发售 而就在稍早前 光荣特库博正式曝光了三国志13威力加强版的第一部 激燃预告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作为二星的经典游戏之一 荒野大标客一直备受玩家的喜爱 但是该游戏一直没有登陆PC平台也是一个遗憾 但据韩国游戏网站GameFocus报道称 该座将发布高清重制版 并登陆PC PS4 Xbox One三大平台 IGN近日放出了一段索尼克狂欢的七分钟游戏影视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非常赞的新场景 作为经典的RD动作冒险游戏 本作有三个可玩角色 四位索尼克 Tails和Nuckles 角色将有全新的技能 本作中拥有新的世界供玩家探索 世家公司相关人士还表示 游戏将包含一些很出人意料的经典关卡 目前有关任天堂新机NX主机的消息越来越多 那么今天呢 小编就为各位小伙伴找到了一张有关该主机玩法的长途 当前任天堂尚未公布NX主机发布的具体日期 只说会在明年3月份 我相信看我们节目的你呢肯定是一个重度的游戏玩家 肯定在Steam里花了不少钱 比如说夏日特惠呀 或者是圣诞特惠 或者说不打折的时候你依然会买 毕竟土豪也很多嘛 可是很多时候呢 你买了游戏回来 可能发现游戏不好玩 怎么办呢 今天我们的专题呢 就为大家来介绍一下Steam排行榜里的那一些游戏哦 看看有没有你心仪的那一款呢 一起来看一看游戏猎人Steam排行榜 小视游戏理智加一 欢迎来到Steam Party 我是木然 您现在收看的是2016年第36期Steam销料周榜 9月3号 全战战锤的预购奖励正式发放 并面向所有玩家发售 这个珍藏中包含13套视频 其中船长和Doom属于稀有的额外奖励 平凶而论 虽然全战战锤因为取消观众被骂得很惨 但这套珍藏的素质真心不低 细节和美工上都高度还原了中古战锤的风貌 如果你是战锤粉丝 建议收藏 好了 马上进入本期的前世环节 穿着立体机动装置 旋转 跳跃 割巨人的后颈肉 作为粉丝像游戏 竞技的巨人完美还原了原著的战斗方式 连剧情也没有丝毫改动 如果联机遇到闪退问题 只要关掉Steam自带语音就好 根据我的观察 这款游戏连光荣老家日本都给索取了 只能说为了主机版销量 暗齿真是连碧脸都不要了 试神者2 狂怒解放附赠了一份一代的加强版 试神者重生 游戏玩法与怪物猎人类似 都是讨伐怪物然后合成装备 亮点在于剧情和人物塑造方面比较优秀 遗憾的是PC版不包含日语配音 让习惯了主机和掌机版的玩家一时难以接受 268元的价格对于一款遗址游戏来说也略显昂贵 不过对比主机版动不动就三四百块 这个买一送一的性价比还是可以接受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举办过倒塌二正中杯的Epic Esports 将目关转头向CSGO赛事领域 他们将于10月在莫斯科举办CSGO正中杯 而本次赛事也将成为CSGO历史上 为期最长的一次线下赛事 共持续7天 届时我们将看到除夜底外世界排名前7的豪门 以及两只从预选赛中杀上来的战队 8只战队将角逐高达50万美元的奖金 在没有Major的下半年 毛子的这个正中杯或将成为含金量最高的赛事 杀猪成为人类分裂的第一个DLC 《系统裂缝》将在9月23号发售 前作《人类革命》的角色Frank Pritchard将在这个DLC中回归 Johnson将与他联手合作 共同调查关于神秘组织Sentu的情报 而下个DLC《罪恶过往》将在2017年初上市 首个DLC与本体的发售日居然只隔了一个月 看来这一切早有预谋 方舟在9月2号 公布了一个胶土拓展包 这是该游戏的第一个收费DLC 售价100元 它为我们带来了一张全新的地图 包含6个以沙漠为主题的独特的生态系统 并加入了大量新物种和新道具 内容质量不亚于武装突击3的顶点拓展包 至于优化嘛 我可以负责任的说 没有半点改善 好的 第一位小伙伴叫做奶爸Kimi4444 他说四个新条确实是预逼的一款良心作品 从一代开始就被深深的吸引了 虽然说大多数人都比较崇拜爱极奥 但是每代主角其实都是在用书写爱极奥的精妙绝伦 来描述自己的精彩人生 最喜欢目悬啦 越育的加订阅之歌赞一个百听不厌啊 下面一位叫做老实本分的小强仔 他说游戏报道好看好看最好看 看片的时候情不自禁摩擦摩擦 其实呢我想问问啊 真的是百听不厌吗 说实话我觉得所有女主播的歌里就是我的最难听了 因为不在调赏 而且被做成了鬼畜的版本 不过我觉得我也是有自己的特色嘛 那最后呢还是要预告一下 我们每天下午的4点到7点呢 都会有游戏报道的直播 千万不要错过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Yeah Yeah I tried to go straight I did Then I got me more trouble You can't change John You don't do deals with outlaws boy Yeah you do You are the bounty hunter Your country loves to make trouble in mine Perhaps you come to hunt me You always did have a high opinion of yourself John This is America You come to hell You cool 世界都在看